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的橋的鮑勃 東京的車站真的很多 光是地下鐵就有13條線 總共286站 然後JR也有142站 還有像百合海鷗號 去機場的經濟線 或是單軌電車等等的私鐵 真的是算都算不完 只要你想得到的景點 絕大部分都有車站可以到達 帶來東京五天四夜的時間 又能夠使用到幾個車站呢? 本集影片東京用淺顯易懂的路線一直游的方式 教大家如何用省車費 而且有效率的方式玩東京吧 玩之內限於1954年的1月20號啟用 本線的總長度24.2公里 總共有28個車站 路過大型商業區 比方說新宿、池袋、銀座、東京車站 也有經過幾個觀光客比較少區的住宅區 比方說明河谷站 或是新高原寺站 2017年每天使用玩之內的總人數是135萬人 是東京Metro的第二名 那我們今天就挑幾個玩之內限的車站 來個一日遊吧 我們今天的行程開始於早餐之後 大概9點左右 先從後樂園站開始 說到後樂園這個名字就知道它最有名的地方 就是富含歷史的小石川後樂園 但對庭園沒有太大興趣的人 也可以選擇東京巨蛋城 小石川後樂園是東京都賞梅、賞鷹 和觀賞紅葉的好去處 鑑於江戶時代寬庸六年 跟東京幾個有名的日式庭園一樣 都是回遊式甲山泉水庭園 就是中間有個大池子 池子的中央有小島跟橋 然後環繞的池子有步道跟甲山 這裡依據國家文化財產保護法 被指定為特別史基、特別名勝 日本全國只有9個地點 受到這樣的雙重指定 東京巨蛋城聚集了不同的設施 除了東京巨蛋本身有比賽 或是音樂會等等的活動以外 巨蛋城還有遊樂園、飯店、餐廳、溫泉等等的設施 說到後樂園的雲霄飛車 Thunder Dolphin 除了刺激以外 由於巨蛋城就在市中心 大家可以體會到不同於市郊外的遊樂園中的景色 另外摩天輪Big O一圈15分鐘 景色特別好 可以看到Skytree 還可以看到乘坐雲霄飛車的乘客 因為害怕了扭曲的表情 那我們這一區的行程就結束囉 我們從後樂園搭乘丸之內線 出發前往下一站 我們在浴茶之水站下車 現在時間大概10點半左右 這裡有兩個神社推薦大家參觀一下 神田名神距離浴茶之水站 走路約6分鐘 是東京石神社之一 也是東京最具有歷史的神社之一 距今大約有400年的歷史 在這裡可以祈求生意興隆 結園 或是開運 由於這裡離秋葉園不遠 是科技御宅族歡迎的場所 大家如果有什麼在秋葉園想買的限量商品 可以來這裡求個好運喔 位在神田名神旁邊的湯島聖堂 其實就是東京孔廟 被日本定為史基 於1691年建立 有點可惜是這裡原本的建築 與關東大力政的時候幾乎複之一具 現在看到的建築是1953年重建完成的 那這裡每年到考試季的時候 會有蠻多學生在這邊求好運 雖然鮑伯已經離考生有點距離了 喜歡這裡的原因是祭司孔子的大城殿的設計 真的很對鮑伯的胃口 現在時間是接近中午 我們從湯島聖堂步行8分鐘左右 來到湯島聖堂步行8分鐘左右來到佔麵名店 茄雞達 這家店在東京非常的高人氣 在Google還有Tabelloku的評價也都很好 湯底是採用精心挑選日本產的豚骨 以及海鮮當底 麵則是跟三合屋製麵 共同開發出來適合茄雞達的麵 另外這家店除了在味道上非常的講究 老闆也非常在意客人第一次拜訪店鋪的第一印象 所以店內氣氛很好而且乾淨 吃完拉麵我們直接從蛋露丁坐車前往銀座 到達銀座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 銀座把握公司還有旗艦店非常多 大家可以挑個幾家店在這裡逛到下午3點左右 如果不是很喜歡逛街的人也應該要訪問一下銀座 感受一下這個地方的氣氛 除了散步以外也可以爬到觀景台上 由上往下看銀座的街景 Ginza 6 Garden位於大型百貨公司Ginza 6的14樓 大概是50幾公尺高 這也是銀座最大的屋頂庭園 總共有4000平方公尺 Toku Plaza的觀景台位於12樓 大約是60幾公尺高 也是一個開放空間 可以看到銀座人來人往十字路口 也可以看到有了地道的景色 銀座的下午茶也是非常的知名 如果還有胃口的話可以吃吃看拉杜利的蛋糕 推薦蛋糕的原因是馬卡龍在其他地方也好買到 蛋糕到店裡才吃得到 而且這裡店裡也氣氛太好了吧 感覺置身於法國 雖然鮑勃是沒有去過法國啦 我們到達新宿御苑大概是下午3點半左右 趁公園之前我們來逛逛御苑吧 這裡面積58.3公頃 比上野的N次公園大一點點 該處在江戶時代為內藤家的宅地 現在則屬於環境省管轄的國民公園 園區內綠藝暗藍 有森林跟草坪 是一個非常適合散步的公園 新蘇醫院有一家2022年開幕的星巴克 也是這裡首次有民營企業進駐於園內 建築本身被綠樹所環繞 從店內看去可以看到一個大池塘 跟自然的融合也是這家星巴克的最大的特色 櫻花開的時候在這裡喝咖啡 看櫻花應該超棒 我們就留在新蘇醫院這一站 吃個陽食百名店Hamburg Will吧 陽食就是明治時代傳承下來的西洋料理 漢堡牌就是其中一種 這家店所使用的豬肉 是來自鹽手餡的高級豬肉鹽中豚 特色是沒有酸味而且肉質柔軟 然後肉跟脂肪的比例恰到好處 包補點是200公克的Cream Mustard Sauce 培根漢堡牌 加上半熟蛋真的超好吃 我們吃完晚餐 乘坐5分鐘的電車到達西津塑 沿著指標走就可以到達東京都廳 東京都廳就是市政府大樓的概念 由建築師單下建三設計 高263公尺 展望台位於45樓 可以直接看到西新宿的超高大樓群 非常有的特色 但有點可惜的地方是 觀禮台晚上的室內是有開燈的 所以玻璃會反光 有一點點影響看夜景的樂趣 找機會的話也可以白天或黃昏的時候 來看景色也很不賴 那我們這次精彩的行程 就在都廳的夜景中結束囉 以上就是這次東京電車一日遊的介紹啦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幫到大家規劃行程 也請大家敬請期待我們接下來推出的行程囉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京走路橋的頻道還有很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偉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京走路橋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